亚洲变化 今天为各位观众带来 习近平以外的常委全退了吗 保守 调整 以及大胆的常委构成三模式 另外市场经济vs人民经济 也是为各位观众介绍的一个主题 英文海峡时报报道指出 未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组成 可以有保守 调整和大胆的三种模式 第一个保守的方案 遵循七上八下 栗战书和韩正退 总书记习近平 人大委员长李克强 总理汪洋 政协主席赵乐际 王沪宁续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春华或丁薛祥陆常委 但也不排除黄坤明 蔡奇 陈明尔 李强 杀出重委 第二个是调整方案 也被称作令人吃惊的方案 是李克强退 而栗战书 韩正和王沪宁也退休 海峡时报 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王沪宁稍早 曾经主动表达了退的愿望 而在这个方案中 常委 会原先的七人 只有三人留下 分别是习近平 汪洋和赵乐际 而这个方案 令人吃惊的地方是 政治局常委会成员 可能从现有的七个 增到九个人 可能从1992年以来 首次把军方的代表 纳入常委 海峡时报认为 最可能的人选是 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而其他的常委 则多是习近平的亲信 第三个方案是大胆方案 这个方案只有习近平 留任常委 其他都退 这个方案彻底打破了 原先常委会存在 不同派系 像团派李克强汪洋 和江派韩正的势力 而由习近平 赢者全拿 不过海峡时报的分析 同时也指出 赵乐际以前也被视为 江泽民的人马 而汪洋和共青团之间 并没有那么紧密 王沪宁是三朝元老 派系的角色也很模糊 而如果习近平真的大权独揽 他将会引进更多 60后亲信入常 好 为各位观众介绍了 海峡时报的这三个方案 另外让我们关注 美国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 最近也发表了题为 重塑中国的政党 二十大之后的看点的报告 在报告中 加州Santiago分校 政治学系教授史中汉 根据对中国高层 政治派系的分析 提出了二十大政治局常委 组成的两个方案 这是学者 美国学者提出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的 七名常委分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任人大委员长 吴春华任总理 他这里面并没有说死 他说汪洋可能是总理或政协主席 王沪宁可能主管宣传 或成为政协主席 赵乐际还是维持中纪委负责人 丁薛祥可能成为政协主席 或负负责宣传 还有李强可能担任总理 史中汉教授倾向于李克强和胡春华 只能有一位进入常委 第二个方案他提出的 是七名常委分别是 习近平任总书记 李强任总理 丁薛祥任人大委员长 李希任政协主席 赵乐际还是负责中纪委 胡春华是第一副总理 还有陈明尔负责宣传 把这两个方案结合到一起 可能出局的现任常委 包括李克强 栗战书 汪洋 韩正 和王沪明 可能入局的新常委 是胡春华 丁薛祥 李强 李希 和陈明尔 史中汉的分析是 无论是哪种方案 都将是以习近平为中心 只是第二种方案 习近平的决策权就比较大了 但即使是第二种方案成为现实 史中汉认为 中共还是不能避免高层的派系之分 联合早报的分析指出 中国知名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温铁军 近日陷入争议的漩涡 他提出的人民经济的概念 在学界和舆论场上 引发两极的反应跟评价 温铁军在稍早一个视频访谈节目中 谈到他的人民经济的观点 主要包括自主性 在地性 综合性和人民性 温铁军说 自主性和国家经济主权的形成 维护高度相关 如果这个经济体不是自主的 而是外国介入行程的 那他当然要形成他的收益 服务于海外的利益集团 几个网路知名度较高的经济学者 齐声炮轰温铁军的人民经济 使他的自主性就是闭关锁国 在地性就是划地为牢 自己自主 综合性就是要企业大办社会 人民性就是要重返一大二公的老路 批评的人说 温铁军显然是在反对改革开放 用人民经济的帽子 包装出一个所谓的新理论 他们还认为 一个利益结构复杂 社会面实行足够深入的 现代经济发展模型 其中包括股票 投资 债券 期货 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 以及汇兑业务等 全部都建立在现代化的 基本逻辑框架之下 这不是一句说 西方的经济模型不合适 中国就能够彻底抛弃的 但另外一批的网民 则要替温铁军说话 他们认为温铁军的人民经济 是希望老百姓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避免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的富裕 而攻击温铁军的经济学者 无非是改革开放 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温铁军的说法 只是改革开放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而不会改悬跟章 有关人民经济的争论 似乎已经上升到两条 不同发展道路的高度 实际上温铁军虽然颇有名望 但还不算是官方主流的经济学家 要说温铁军背后有强大的背景 甚至担负着放风适水的重任 恐怕高估了温铁军 以及人民经济的观点的作用和影响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